你現在看到的是台銀的正款大樓 在日本時代,它是一棟白色的建築 最多的台灣租金銀庫 也就是台灣儲蓄銀行 它是第一間將到基地放在台灣的輸贏銀行 再到向南行就是中間大樓 為北向南行每一棟在日本時代的行 我一定一棟一棟被圍倒出來的路 上面的字是日本時代較有名的店家 建築以外還有台福古Hotel 日前相會 跟完三五穀 完三五穀就是後來的中華主角 中間大樓在日本時代代優子是學著這個 經過交合三年,一九禮拜年 當時這條樓大樓的店家是這樣 再來這棟歌林商業大樓 這棟大樓的三款很奇怪 中間旁邊有一棟以前的日本廚設一半 在日本時代它完整的模樣是學著這樣 而且在大樓的旁邊還有一個紅花行 這棟以前是在沙拉非常有名的日前上行 由小林烏次郎所創立 大樓也是為日本競口的歐洲美国頂頂他們的十倍 所以日前上行倒出品黏起來這幾棟 應該就是現在的歌林商業大樓 所以歌林商業大樓 竟竟已經在日本時代是學著這個行 原來商業大出品那棟 在日本時代叫做完三五福 前後財產不知安裝專輯 所以變成是中華主局 日本前排後所有的日本人 如果要回去跟他們本來的日本 這樣所有的財產都要留在台灣 所以前後中青南樓本地是日本人 但是一定都開始變成是中華人 完三五福變成的中華主局 回到變成這間Hotel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